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要满间绝对是精致的 但是价位绝对是略高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要满间的感觉 如果你对这道房子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关注我们微博联系我们 最重要的是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关注啦 我们先来看猫子咯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样板间 3600多尺的居住面积 位于休斯顿舍格兰这个非常非常好的 华人也非常多的区域 我们先来看左手边 就是一个高挑厅的 非常漂亮的大书房 然后右手边就是一个dining room 样板间呢肯定是最漂亮的灯 非常美的做旧的墙壁 各个方面都体现出了样板间的风格化 现在我们就往里走 这是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样板间的客人用的洗手间的地板 也是加装的 也是加装的 包括镜子后面的这个墙壁 也都是加装的 好 我们再往里走 就到了客厅厨房的位置啦 不用说能加装的样板间都加装上了 黑白色调的这个壁炉 这是院子的感觉 可听的感觉 然后再往前走呢就是厨房 样板间的厨房 石英的大理石台面 家装的橱柜 然后家装的这种六炉灶 家装的大的sink 然后家装的比较漂亮的三开门冰箱 然后家装的镶嵌式的微波炉 等等等等 这边有一个备餐台 备餐台加装了上面透明玻璃的橱柜 下面加装了酒柜 这些都是加装 后面这儿呢是一个盛放柴米油盐的一个储藏间 储藏间再出来就是主餐厅刚才我们看过的位置了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是早餐厅的位置 早餐厅的里面才是洗衣房 洗衣房的那个门是车库门 几乎休斯顿的房子都是这样设计的 漂亮的加装的灯 这个窗帘啥的都会留下 然后我们看右手边 这是一个客人用的客卧 客卧升级的短毛地毯 然后加装了墙壁 然后就来到这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因为样板间呢 所以加装就会比较多 各种加装 然后现在呢 我们再穿过客厅去主卧看看 一楼两个卧室 二楼三个卧室 一共五个卧室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主卧的位置 主卧的洗手间 虽然3600多尺总体面积不是很大 但是给主卧留出来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独立式鱼缸 再加上淋浴间 淋浴间的旁边是这样一个 放毛巾的鱼柜子 然后里面是一个比较大的 衣帽间 整体主卧的感觉 好了 现在让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楼梯用的是地毯 但是我是很喜欢楼梯用地毯 因为家里有小朋友 感觉地板硬硬的 一上来 看到的客厅是这样子 一上来之后呢 这边是有一个卧室的 这个卧室是有洗手间的 但现在是Sales的办公室 我们就先不进去打扰它啦 然后呢 我们现在往这边走 这边呢 是另外一个卧室 卧室其实就很简单了 就是一个房子嘛 然后里面 这个卧室是没有洗手间的 洗手间在哪呢 门口 有一个洗手间 当然跟另外一个卧室 是共用一个洗手间的 这也是我们经常看到的 一些设计 然后我们再从这边走过来 就到了另外一个卧室 其实主要的家装和这些 大多数比较漂亮的一些摆设 都用在一楼了 像二楼卧室的主要家装 就是床头墙的这种家装设计 我们从这边出来 看刚才 我们就是从这里进去的 我们从这边出来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它活动的区域 很多建商喜欢把活动的区域 和卧室的区域动静结 这样分离起来 这就是game room 其实搬走家具之后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房间 然后再往里走 就是放映厅了 放映厅涂了黑色的墙壁 会有很好的层次感 放映厅门口有一个 这种推拉的门 就是比较现在的一种设计 好 现在我们去院子看看 我们现在去院子看看 嗨 好 很好 打开门就是一个很长的派业 因为样板间的派业也加装了 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派业的空间 并且这个院子是很大的 这样子 蛮大的一个占地的院子 做泳池啊 做篮球场 完全没有问题 好了 这就是我们曾经看的房子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 这个房子所在的位置是怎样的吧 这个样板间 你看从微星云图上就可以看得出 周边的环境是非常好的 我们现在在大图上看一下 它位于的整个修斯顿大区当中的位置 这是整个修斯顿的一个地图 那我们今天看的样板间 就是在修斯顿唐城 也就是修斯顿西南方向的这样一个位置 现在我们再放近点看一下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修斯顿唐城的位置 我们现在看一下修斯顿的唐城 在什么样的位置 69号高速公路和6号高速公路交叉的 两边都是唐城 我们看到这一部分 它两边都是唐城 但是具体来看画的话 我可能画的没有那么具体 就是这样一个 这部分都是唐城的区域 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 我可以把它翻成1和2两个片区 1片区呢就是相对旧一点的唐城 2片区呢就是比较新的唐城 唐城最著名的小区Riverstone 也是位于2的片区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样板间 就是位于Riverstone这样的一个中心的位置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 整个房子到各个地方的距离 比方说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这个房子是到中国城 是一个什么距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离中国城 就24分钟 唐城是一个离中国城最近的 华人的这个比较多的区域 我们再看一下它离 唐城自己的一个中国超市的聚集区 也算是唐城的中国城 是一个什么样的距离 我们可以看到它离唐城自己的中国城 基本上就是8分钟就到了 是非常方便的一个距离 那现在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房子离超市 这个房子离最近的自己的超市 就4分钟的距离 就周围的环境是非常完善的 学校就更不用说了 基本上就是3-4分钟的距离 就到学校了 我们再看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 比如说医院的距离 这个房子离 唐城memorial这个医院的距离 也就是十几分钟的样子 所以整个片区的感觉 就是非常完善的 到各个地方都非常的近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修东历厂感兴趣 欢迎加微信 关注我们微博联系我们 我是EG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